第1591章 远古谜团 主宰命运 小说 仙妮 作者 尔根 好有意思的人生 好有意思的天道 好有意思的造化 但就算这样 又能如何 我王林今日能踏入远古仙玉 能轰开天节 能知晓天节因何而生 那么终有一日 我王林也可以踏出这个洞府 踏入仙冈大陆 去看看仙冈大陆上的那些大尊之辈 又有多强 他们有什么资格去圈养众生 有什么资格去成为众生之主 难怪一代朱雀曾说 他可以带有限的几人离开这里 去往他的家乡 那是因为 除了他之外的其余人 根本就不是仙冈大陆之人 只不过是这洞府内 诞生出来的修士而已 难怪他说 在他的家乡 会有人能复活里木啊 而他却不能 难怪 难怪 散灵上人可以带着七百万天地之人走出 我王林日后也可以做到 我倒要看看 那仙冈大陆的人 又能强大到多少 我倒要看看 当我走出这洞府 当我踏入仙冈大陆的一刹那 能否掀起一场腥风血雨 能否让仙冈大陆的大尊们 屈服在我这个洞府界出生的凡子脚下 王林笑声疯狂 对于今日的一切 他没有意外 这一切 他本就有了猜测 只是他不想 不愿 亦或者是去欺骗自己 不去思索 但今日 他看开了 这一切真相又能如何 他还是王林 他还是那逆修之人 他还是要复活里木晚 他还是要独自去 面对着天地一切 真相 即便是真相 但又能怎样 只要有一颗不屈之心 只要有执念在身 那么他 就要一直走下去 笑声中 王林带着 对真相的明雾 向着第二个太阳一步迈去 这第二个太阳内 蕴含了火结 他临近之后 一拳轰出 轰鸣之声惊天起 那第二个太阳直接崩溃 露出了里面被七彩男子凝聚封印的天节之火 王林身子没有停顿 一步迈去中临近第三个太阳 轰鸣一起 那第三个太阳内 蕴含了一股威压之力 这股威压 就是天威 可以镇压众生 连续轰开了三个太阳 王林身子一晃 狂笑中右手抬起 虚空一拍之下 体内修为骤然爆出 化作一个巨大的手掌 轰向第四个太阳 这第四个太阳中 有四把剑 这四把剑散发出滔天剑气 但这剑气在王林看去 却是毫不在意 第五个太阳中 蕴含了无数虚幻身影 这些身影融合在一起 变化莫测 却是那幻真结的根源所在 第六个太阳中 有三样法宝的气息 这三个法宝 正是那阵仙塔与蜂命环等物 被王林轰开之后 这三股法宝的气息缭绕在一起 不分彼此 第七个太阳中 则是散发出古之三族的魂力 在那第七个太阳内 封印了无数古之三族的灵魂 它是操控天道使者的最终手段 第八个太阳中 王林感受到了 其内 那属于本我节的气息 这股气息急速变换 让人很难分清 连续轰开了这八个太阳 这远古先遇的轰鸣晶天一样回荡 持续不断 远远传开中 更有闷闷回音碰撞而起 震动了大地 使得地面上的那些雕像 也不断地颤抖起来 但这一切 王林根本就不在意 他的目光 落在了第九个太阳上 这第九个太阳内 蕴含的天洁之力 他从未见过 但隐隐感受 却是在那太阳中 察觉到了极为熟悉的气息 这气息中 有他的 有李牧婉的 有他的父母 还有无数他这一生见过之人 站在那第九个太阳旁 王林整个人平静下来 沉默中闭上了双眼 在那里站了许久许久 也不知岁月过去了多少 直至他睁开双眼 其目内有了明目之色 这第九个太阳 第九个天节 为天节本源 其内包含了古往今来 无论是戒内戒外 无论是生是死 一切众生的命 这第九个天节 如同一部总纲 凡是在这洞府内诞生之人 都有记录 望着那第九个太阳 王林双眼露出寒芒 他有心 想要毁去这天节 以他的修为 也有几分可能会做到 但他明白 一旦毁掉这个天节 那么这天地就会陷入大乱之中 这天地 毕竟不是自然而成 而是那七彩男子 以洞府创造出来 沉默中 王林右手抬起 虚空按在那第九个太阳上 其神石骤然顺着右手离开身体 化作一股无形风暴 横扫天地之下 全部冲入这第九个太阳内 在那阳光下 王林的神石弥漫 不断地穿透中 完全地进入到了 这第九个太阳的深处 这第九阳的内部 一片混沌 在王林的神石横扫中 他看到了很多很多 他看到了无数凡人的一生 看到了无数修士的一辈子 看到了很多他从未见过的面孔 那些人 穿着古老的衣衫 他们已经死亡了很久很久 这第九阳包含了这无数万年来 从这天地初开之时 直至今日一切众生的命 他就如同轮回 如同法则在改变这一切 把一些种种的不公平与机缘 轮为命运二字 亦或者说 这第九个太阳内 包含的就是所谓的命运 在王林的神石不断地蔓延下 不知过去了多久 他找到了属于自己的那股命运的气息 这气息极为浓郁 在这无边无际的混沌中 很是刺目 望着属于自己的命运气息 王林沉默了 直至许久 他似有了决心 神石向前一散 直接笼罩住了那股属于自己的命运气息 将其吞噬之后 融入神石中 在这股命运气息 被他融合得一刹那 王林的神石 立刻就有剧烈的变化 他在那第九个太阳外的闭目的身体 更是剧烈地颤抖起来 在这颤抖中 他仿佛身体变得完整 仿佛从此之后 他王林就可以主宰自己的命运 这天地间 再无任何一种力量 能去改变 属于他王林的命运 就算是这天结 也不行 就算是那凄惨男子 也不行 仿佛在这一刻 他王林才是真正的圆满 从天地内 拿回了属于自己的命运 超脱了出去 古往今来 凡人的追求除了欲望之外 几乎全部都是奢望 可以左右自己的命运 但能做到者 却是几乎从来没有 命运无常 凡人之力有限 只能在命运下挣扎 发出那一声声不甘的咆哮 如同人手中的蝼蚁 任由捏弄 无法逃出掌心之外 直至最终死亡 也还是死在那掌心中 尸体也要被那手掌 挥到所需的地方 永久地安息下去 只是这一种安息 也是在命运的掌控 凡间俗世中 自古有传闻 阎王让你三更死 无人能流至天明 在凡人的思绪中 应对死亡的恐惧 故而有了地狱 黄泉一说 更有了阎王阴间之语 但这一切 却是无不说明了 人们对于命运的恐惧与挣扎 只是最后得到的答案 却是无法超脱出来 就算是自以为做到了 可实际上却是自欺欺人 只有王陵 在这一天 在这一刻 把命运拿了回来 成为了主宰自身命运之人 拿回了自己的命运 但王陵却没有收回神石 他的神石 在这第九个太阳内 继续不断地寻找 寻找那一个个 他熟悉的朋友 亲人 爱人 他要把属于他们的命运 也全部拿回 即便这些人中 已经死去了很多 但王陵绝不允许 他们哪怕是死 也无法超脱命运的规则 在这不断地寻找中 他找到了他的父亲 找到了母亲 让他混有了泪杯的 是父母的命 即便是死亡了 可那两股气息 却还是相依在一起 在那诸多的命运中 交错生生世世 父母之间的情 是平凡的 是温馨的 那是一种 哪怕死亡了 也要彼此依靠在一起的执着 神石轻柔地包裹住父母 死亡后终结的命运气息 王陵又一次地寻找起来 他找到了十三 找到了大头 找到了周易 找到了青霜 找到了青灵 他找到了南云子 找到了红山子 找到了王卓 找到了对他有恩的老圣皇 找到了顿天 他找到了更多的人 找到了自己的孩子王平 找到了周儒 把那一份份属于他们的命运取走 让他们不再被这天地左右 让他们如自己一样 从今以后 超脱出来 他还找到了红蝶 找到了穆冰梅 找到了西子凤 找到了那一个个他人生中 遇到的 相忘的红颜 还有李倩梅 只是 在这不断的寻找中 王陵找不到清水 找不到司徒南 甚至他也曾试图找过失踪的天运子 但最后 这三个人的命运 却是如同消失了一样 没有半点迹象 找不到的 还有一个对王陵来说 极为重要的一个人 这个人 是他的爱人 是父母之后 对他来说 相当于生命的一个女人 这个女子 叫做李牧婉 任凭王陵如何寻找 他始终找不到李牧婉的命运气息 仿佛这个气息凭空消失了一样 但在 王陵感受 与清水司徒等人的消失不一样 清水司徒等人的命运 仿佛就不曾出现过 在这第九个太阳内 而李牧婉 则是有存在的迹象 可却有人在不知何时提前一步 取走了 六月更新不给力 耳根也感觉很不好意思 也就没有求约票了 这样吧 我明天晚上会到家 六月的后几天 耳根足不出户了 争取多爆发几天 让诸位看爽 本章完 第1592章 远古谜团 疗伤的残仙 小说 仙秘 作者 耳根 在那第九个太阳内 不断地去寻找 只是最终 王陵找到了很多人的命运气息 但还是无法找到清水 司徒 同样的 他也没有找到那个 对他来说至关重要的女人 直至他的神识 从第九阳内归入身体 他睁开了双眼 那目中一闪而过的迷茫 让此刻的王陵 看起来仿佛正在这天地内 司徒 清水的命运 为什么不存在于这里 难道他们 不属于这个洞府吗 王陵眼中迷茫更深 他想起了赵和七彩界中 看到清水 看到了那七彩道人 看到了清水的一生 处处都有七彩道人的目光注视 那奇异的目光 时至今日 亡陵也历历在目 那目光 隐隐可以解释清水的命运 为何不在这第九个太阳中 只是司徒 我对于司徒了解很多 他的天资惊人 修为每一次相遇 都会暴增数仇 莫非这一切 便是他的命运 不在这第九阳中的答案 亡陵沉默 望着下方的大地 他隐隐地好似抓住了一些念头 但这些分杂的念头 却是被一层层迷雾遮盖 让他无法摸清完整的思绪 还有那天运子 此人从开始 我便琢磨不透 起心中在想些什么 这天地间 或许只有他自己才知道 即便是如今我修为达到了空灵中期 对于天运子 依然还是有些忌惮 此人的秘密 很多 很深 让人可怕 亡陵看着身前 那散发刺目光芒的第九个太阳 眼中渐渐露出寒芒 瓦儿的命运气息 与司徒和清水等人不同 这里有痕迹 说明其本身是 应该存在的 但眼下我寻找不到 到底是谁 将瓦儿的命运气息 取走 亡陵眼中 寒光越来越浓郁 到了最后 几乎寒芒毕露 她抬起头 看着昏暗的天空 目中之寒成了一片杀鸡 瓦儿只是一个平凡的女子 她的命运本不会被人关注 但如今却被取走 无论是谁取走 我亡陵在这远古先遇发下誓言 必定将其取回 若有人将其命运改变 那么上天入地 即便是仙纲大陆 我亡陵也必定如当年滕家之仇一样 血洗仙纲 亡陵的逆龄 就是瓦儿 如今见到瓦儿命运气息被取走 就如同是从她的胸口 挖出了心脏一般的剧痛 在这痛苦之下 亡陵会疯狂 一个人 了解的越多 知晓的越多 明白的越多 那么她就会越痛苦 此刻的亡陵 就是如此 或许若能有选择 她会选择不知小一切 成为凡人度过一生 结束自己的生命 但眼下 她既然知道了 既然明白了 那么她就在没有了退路 瓦儿的命运被人取走 不知去向 她必须要将其找回 让瓦儿与自己一样 超脱命运之外 如此 方才是让李木婉苏醒的第一步 这一切 在看到这第九阳内的众生命运后 亡陵已然明白过来 她如今去做的 就是在复活李木婉 要让李木婉苏醒 眼中的滔天杀鸡 渐渐被亡陵隐藏起来 她神色阴沉 看都不看身旁第九个太阳一眼 转身向着下方大地一步迈去 地面上一座座古之三足 雕像耸立 有苍凉的北风呼啸而过 卷起地面上的无数沙粒 掀起尘土飞扬 遮盖天地 放眼望去 大地没有任何生灵 有的只是 一处处在雕像之间 地面上的一道道沟壑与深坑 那一道道沟壑是在 横谷之前的某一次大战中留下 那一处处深坑同样如此 如同八痕坑洼 在这大地上留下岁月的痕迹 风的呼啸 只能带走这八痕的外表尘土 可却吹不散那当年种种神通 留下的天地气息 身子落在一座古神雕像上 王林站在那里 白发被北风吹散 白色的衣衫发出连绝吹打之声 耳边有风乌叶而过 王林的双目慢慢平静 许久之后 他低头看了一眼身下的雕像 这雕像的古神 已然死亡 只是在里面 却还是有一股奇异的力量存在 正是这股力量 使得这雕像随时可以苏醒过来 成为失去了存在的傀儡 成为所谓的天道使者 古之三族 却成为这洞府侍卫 可悲 可怜 可恨 王林摇头中右脚在下方雕像一点 身子跃起的刹那 这雕像内传出轰鸣之声 却见一道道裂缝 在王林右脚锁点之处 立刻出现 向这四周急速蔓延 几乎瞬间 就将这雕像完全笼罩 在一声剧烈的轰隆隆之音下 这雕像直接崩溃 四分五裂 化作无数碎石 散落一地 尘归尘 土归土 既然当年已然战死 就不要持有残存狗活之心 死在战场 方是我等之人 最好的归宿 王林大袖一甩 向前一步走去 锁过之地 凡是雕像 无论是古神 古魔 古妖 全部都在其灰舞中 一一轰轰崩溃 我今日不悔你等 日后你们苏醒 定会扰乱世间 成为傀儡 王林轻叹 右手抬起向前一拍 轰的一声 一处古魔雕像 坍塌成为碎片倒卷 四散开来 随着古之三族 死亡所化雕像的不断崩溃 一道道古魔 古妖 古神的气息 从那些崩溃的雕像中传出 化作如烟丝一样 在这天地内飘散 形成了一个个模糊的虚意 这些虚影 是他们生前的样子 甚至还能 从这虚影身上 看到他们当初的伤势 此刻这些古之三族 在幻化而出后 神色有迷茫 但很快就明白了一切 苦涩中 向着王林一拜 身影扭曲化作烟丝 转动之下直奔王林 与王林的身体融合在一起 随着王林向前走去 一路他所过之处的天地 所有雕像全部崩溃 那轰鸣之声 那天空无数的抱拳 似解脱的虚影 远远一看 触目惊心的同时 更有一股深深的悲哀 从那一个个身影内透出 王林没有再开口说话 沉默地一步步走去 有轰鸣之声陪伴 有那诸多的虚影 一拜相送 有无数古之三族的气息 融入其眉心 左目 右目的心点内 大地广阔无垠 在那雕像崩溃的轰鸣下 乌叶的北风卷着那悲哀 不断地吹走回旋 那乌叶声 如同喃喃低语 四处说着一个个往事 也不知过去了多久 在王林的前方 出现了一个高约数千丈的巨大雕像 这雕像的眉心内 有九个心点 尽管第九星 还是略有模糊 但却已然有了雏形 这雕像的古神 赫然就是无限地接近了九星巅峰 他站在那里 右手抬起握拳 那拳头只挥出了一半 其神色蕴含了痛苦与不甘 被一股力量凝固了身体 成为了雕像 在他的身上 穿着一套简单的铠甲 只是就连那铠甲 也都成为了雕像的一部分 这是王林一路走来 看到的心点最多的古神 站在这古神雕像面前 王林四隐隐可以感受 当年此古神的惊天之威 那挥舞了一半的拳头 仿佛可以轰开天地 轰杀无数修饰 那睁开的双眼 透出的不甘心 只要与其对望一眼 仿佛就可以在心中听到 那从雕像内传出的 来自万古岁月前的一声 怒吼咆哮 站在这雕像前 王林沉默半想 抱拳一败之后 右手向着雕像默然一挥 无声无息间 那雕像全身立刻出现了 无数裂缝 那裂缝咔咔之声下不断地蔓延 最终弥漫了雕像全身 在一声剧烈的轰鸣下 这雕像的身体开始大范围地崩溃 但 就在其崩溃的瞬间 这雕像的眉心 九个星点连接成环形的中心点内 却是突然就有一个漩涡急速转动 随着其转动 那雕像眉心 如同融化一般 一声尖锐的嘶吼 立刻从这漩涡内惊天传出 亡灵双目一凝 实际上早在这漩涡出现的一刹那 他就有所察觉 冷目看去 只见一只干枯的手 带着无数年夜 从那雕像的眉心漩涡内 挣扎地伸了出来 随着其伸出 一股阴森的气息 轰然扩散而出 弥漫八方 这气息 完全是从这干枯的右手内扩散 这只手 似代表了死亡 蕴含了无上威严 更有阵阵精芒 从那手内隐隐闪烁 那尖锐的嘶吼越加剧烈 那干枯的手 向着旁边狠狠一抓 似要从漩涡内爬出一样 那嘶吼之声越加清晰 仅仅是片刻 就惊天动地 乳惊扰了无限的沉睡 乳毁灭了 无疗伤的胚体 乳犯下了死罪 不管乳来自何处 都要死死死 不但乳要死 乳所在的足落 也要全部陪葬 乳毁灭了胚体 乳之身变成无知胚体 乳 郭躁 没等那声音说完 王林冷哼中打断 其身子向前一步迈去 右手抬起如闪电一般 一把抓住那干枯的手 双目寒光一闪下 向外猛的一拽 你挣扎得如此痛苦 我便帮你出来好了 给我滚出来 王林一声低吼 一拽之下 一股大力轰轰而起 那雕像轰的一声彻底崩溃 一个赤裸的干兽身影 被王林一把拽出 向着大地狠狠地一甩而去 大地一震 一股气浪滔滔而起 地面直接被砸出了一个大坑 王林身子向前一跃 直奔坑内 有活人就好 不管你是仙还是修 你的记忆 王某要了 今天回家 欠一张 明天耳根四根爆发 不是爆一天 而是多爆几天 争取把这个月欠的章节 用最快的速度 补上 心中有欠 抱拳一败 本章完 第1593章 远古谜团 定空术 小说 仙秘 作者 耳根 轰鸣一起 王林身影化作一道闪电 直奔被砸出的地面上那深坑中 转眼之下 王林身影便临近那深坑 就在这时 一声愤怒至极的闷闷咆哮 从那深坑内 轰轰而出 随着那声音一同出现的 还有一道道万丈金芒 那金芒颜色暗淡 看起来略有紫意 显得并非精纯 此刻 从深坑内闪烁出来 随着那咆哮 爆发出了一股惊天的冲击 仿佛是在那深坑内有风暴崩溃 全部顺着深坑之口 急速地宣泄出来 王林临近之时 正是这股暗金色的光芒 爆发的一刻 狂风呼啸 卷动王林长发与衣衫 仿佛要将其身体 连同一切神石 都吹得消散匿迹一样 如敢向无出手 如冒犯纤维 如必须要死 咆哮中夹杂了无尽的愤怒 在那金色光芒闪烁中 一个干瘦的身影 直接就从深坑内冲出 其身影模糊 只能看见一片凝聚在一起的 暗金刺目 王林冷哼一声 他修为破开了空门 轰碎了天结 此刻已然是空灵境界中期 即便是仙人 等闲之辈 也绝非是他的对手 在那干瘦身影冲出的一刹那 王林身子向前一步迈去 右手抬起 很是随意地向着前方虚空一抓 这一抓之下 天地色变 似有无数规则 在瞬息间 被王林这一抓之下扭曲 仿佛在他的手中 一切天地规则都将失去运转的轨迹 都要遵从王林的神意 那干瘦身影想要挣扎 但任凭他如何反抗 都没有丝毫的作用 最终在一声骇然的尖叫中 其干瘦的身子 被王林虚空一把抓在了脖子上 狠狠的一捏之下 这干瘦身影全身轰鸣 似要崩溃一般 但最终却只是有血物喷出 并没有崩溃 王林轻易一声 这干瘦身影在他看去 样貌是一个老者 其貌不扬 也没有什么出奇之处 若真说有 也只不过是他的身体内 蕴含了脖杂的仙人血脉罢了 且其样子看起来极为虚弱 但身体的坚韧 却是让王林略有惊奇 你这下界之修 居然敢对仙人动手 你还不放开本仙 莫要以为 你修为高深 就可为所欲为 本仙若非早年重伤 杀你如捏死楼 那干瘦老者急声利和 一股高傲的神色 在其脸上弥漫 显然此人在横骨岁月之前 也曾如何呵斥 那所谓的下界之修 王林神色如常 但听到这老者的话语后 却是双眼寒光一闪 看了这老者一眼后 右手抬起 向着天空直接一抛 右手掐绝 向着被抛出的老者 虚空一掌暗去 这一掌之下 天地轰鸣 风云色变 却见一个巨大的掌印 从王林右手上幻化而出 吸收天地之力 化作无穷之大 惊天动地地 从地面向着天空 轰轰而去 看其样子 似要毁灭天空 要把天空轰出一个窟窿 那干受老者面色大变 眼中露出无法置信之色 凄厉的惨叫中就要闪躲 但几乎是瞬息 那巨大的掌印 就轰鸣临近 从这干受老者的身体上 一轰而过 老者喷出鲜血 全身砰砰 其左手一颤之下 崩溃成为血肉消散 这老者一脸惊恐 他此刻还是有些摸不清头绪 他的记忆中 自己在那次大战之后重伤 最终选择 进入一尊八星半的古神体内 借其力疗伤存活至今 伤势在这无数年来 已然接近好转 方才察觉 自己选择寄生疗伤的古神胚体 被人毁灭 愤怒之下苏醒的他 一眼就认出 亡灵并非仙人 而是这洞府界内诞生的蝼蚁 对于这样的人 他早年 身为仙尊百兵护卫之一 可以随意处置 稍有不顺 就是杀之泄粉 正是基于这种根深蒂固的念头 故而愤怒的他 选择如沉睡之前一样 却杀人泄怒 只是他还没等出手 就被对方以一种 让他心神一阵的威压神通 将其一把抓住 狠狠地摔在地上 这一摔之下 让这老者惧痛不已 但他 还是没有清醒过来 而是更加愤怒 直至被亡灵捏住了脖子 被其一掌轰爆了左臂 他这才恐惧起来 这才清醒过来 这才发现 眼前这个人 与他记忆中 看见仙人 无不激动跪拜的下界蝼蚁 有些不一样 逆袖 你是下界逆袖 那老者声音 透出一股 不敢置信之色 他身子一颤之中 急速后退 亡灵神色如常 大袖一甩 向着一步迈去 这一步之下 就直接出现在了 那干受老者的身后 右手抬起 向着那老者 直接拍去 轰的一声 那老者惨叫中 喷出鲜血 再次重伤 身子向着一个亮呛 面色苍白中 双眼弥漫了 滔天的惊恐之色 不可能 当年主人设置了天结 就是为了防止 逆袖出现 有天结在 这世间不可能 有第三步逆袖 绝不可能出现 这种事情 莫说是主人这里 就算是仙纲大陆上的 诸多大能洞府内 也从未听说 有下界蝼蚁 逆修成第三步者 这 老者擦去鲜血 惨笑中猛地转身 双目露出疯狂之色 他是仙人 自然有在绝望中 保命的手段 且他是很早之时 经历过当年 那场大战之人 能在那场战争中 存活下来 没有弱者 双手掐绝中 这老者咬破舌尖 喷出一口散发 精光的鲜血 但就在这口鲜血 喷出的一刹那 亡灵双目 漠然一闪 右手抬起 不慌不忙 极为从容地 向着那老者一指 双 那老者全身 直接一震 那口鲜血 在身前彻底地 被凝固定在了半空 包括他的身体 在这一瞬间 失去了一切运转 甚至就连 岁月与天地的转动 也在这一刹那 全部停滞下来 但这老者 毕竟是仙人 在被定住的一瞬间 他的脑还有那么一瞬 掀起了滔天的震动 与传自其灵魂的震撼 定空术 这是仙尊大人的大神通 定空术 他怎么会此术 他如何学会 是谁传授给他 他的思绪停滞 在了定神术下 亡灵神色平静 走到了这老者面前 望着其凝固在脸上 骇然的表情 抬起右手 放在其了天灵 让我来看看 当年的这里 到底发生了什么 在首都机场等飞机 总是心里不踏实 觉得这个月欠的 有些多了 索性找了个安静的地方 开始码字 现在很快就要上飞机了 写了这些上传 心里好受很多 明天 还是会爆发 少不了 本章完 第1594章 远古谜团 封印线 第一更 小说 仙逆 作者 尔根 亡灵右手落下 以其磅礴的修为 凝聚神石如 洪水一般 直接轰入 这干受老者的天灵之内 化作一股无声的呼啸 卷动老者体内神石 以及一切血肉骨骼 这老者的身体 顿时就有 喷喷之声传出 其神色扭曲 似承受了 无法想象的痛苦 更是在这痛苦中 这老者蹊跷流血 身子在定神树下 剧烈地颤抖 仅仅是片刻 在这剧痛中 老者身上的定神树 便略有消散 使得这老者的痛苦 化作了一声声 凄厉的惨叫 他想要挣脱出 王林的掌控 但任凭他如何挣扎 王林的右手 坚硬如山 死死地扣住 老者天灵 使得他根本就没有 半点机会逃走 那生生惨烈的嘶吼 使得老者全身 汗如雨下 双眼露出绝望之色 整个人面部 一片惨白 你犯下了 世仙之罪 你不得好死 我是先尊大人 麾下世仙 我有仙人血脉 你今日杀我 他日定会有劫 废话不少 王林神色平静 右手狠狠地一扣 神石再次磅礴地冲入老者体内 凝聚在其石海中 想要获取其全部记忆 就在王林神石 进入这干受老者记忆内的同时 在这远古仙域深处 在大地弥漫的诸多雕像的中心位置 有四座巨大的齐天谷之三族雕像耸立 四周一片安静 仿佛横谷以来 这里就是如此 此刻 一个沙哑的声音 从其中一个雕像内 回荡而出 朱雀 你这后裔修为倒也不弱 只是未免太字不量力 居然想要去搜索世仙的记忆 世仙尽管不如我等 但其具备仙人血脉 岂能是这小小蝼蚁后裔可以搜索 那声音带着嘲讽 悠悠而起 他度第三步天节而来 更是从天节 地久太阳内 抽出了自己的命运 这种个事情 也是不可思议 但他做到了 白虎你如此嘲讽 若是换作是你 你身为下界之修 可能做到这一点吗 一声冷哼中 从另一座雕像内 传出了沧桑的声音 换作是我 也未必不能做到 我等仙人记忆有仙尊封印 这是我七道宗核心门人 才可享有的造化 这小小蝼蚁 能杀重伤恢复中低势 先我不意外 但我断定 他要是去尝试 破开仙尊的封印 他是在自寻死路 那之前嘲讽的声音 冷笑起来 好了 何必因此人争仇 朱雀 你这后裔 也的确是自不量力了一些 若是他死在了 仙尊封印之下 对你的计划 是否会有影响 另一个雕像内 传出第三个声音 他本就不是我计划中之人 对于他能第一个来到这里 我也有些意外 沉默许久 朱雀的声音悠悠而起 此子不凡 他是我这一生 见过第一个逆修第三步者 可惜 他是下界楼修 若是他在我仙纲大陆 此子定会成名 不过他不该去搜魂 仙尊的封印 我等连手也无法破开 他不出半炷香 怕是就会死亡 可惜 可惜了 最后一个雕像内 传出了第四个声音 那声音中透出遗憾 四人的声音渐渐消散 重新归于平静 就算是那朱雀 也在心中暗叹 他认识亡灵 他知道对方 但他同样不认为 亡灵能破开先尊封印 在那干受老者的尸海内 其神识已然自成一戒 在外围被严密地封锁 形成了一片浓浓的雾气 阻止亡灵的神识探入 这种情况 亡灵并非第一次遇到 他当年搜索 淫衣女子记忆时 也曾遇到一样的事情 在那淫衣女子尸海内 封死记忆的雾气中 曾出现过那七彩雕像之人 今日在这干受老者的尸海内 亡灵再一次看到了 那浓厚的雾气 他神识略有一顿 立刻凝聚在一起 在那干受老者尸海的雾气外 随着其神识的凝聚 亡灵的身影幻化而出 这一幕很是诡异 在外界远古鲜欲苍茫的天地内 亡灵闭着双眼 右手按在那不断颤抖 挣扎惨叫的干受老者天灵 可在内部 亡灵的神识凝聚化作原神 出现在了老者的石海雾气外 与其肉身相貌一样 亡灵的原神 同样穿着一身白衣 拥有一头白发 他站在那里 望着眼前那片翻滚的雾气 这雾气内 蕴含了一股说不清的威压 仿佛是一道封印 有这封印在此 可阻止一切搜魂之术 阴翼女子有这样的封印 这干受老者 也有这样的封印 有意思 看来凡是属于那仙尊的手下之仙 全部都是如此 亡灵目光一闪 眼中渐渐亮起金芒 他当年修为不足 在那阴翼女子神识外 退不放弃 除了修为的原因外 还有一个原因 他若是强行去破开 不管成不成 都会对那淫衣女子 造成极大的伤害 但眼下这干受老者 则不会让亡灵 有半点愧疚之心 这老者尽管与他并无仇恨 但却罪不至死 若是遇到了 没有知晓这一切界内界外 只是一座洞府的亡灵 亡灵不会杀他 可眼下 亡灵已然明白了一切 对于这洞府先尊 以及其麾下的所有仙人 亡灵的心中 有一股难以说出的恨 尤其是李木碗的 命运气息失踪 更是让亡灵的恨 达到了巅峰 冷亨中 在干受老者的石海内 亡灵向着那雾气 一步走去 其身影如流星 在今天的轰鸣之下 瞬间临近 右手抬起在前猛的一挥 却见狂风凭空出现 化作风暴 轰轰而起 直奔那雾气 卷动着雾气 向着四周疯狂地破开 转眼之下 就在亡灵的身前 那雾气内卷出了 一道缺口 在这缺口形成的一瞬间 亡灵一步迈入其内 身影消失在了雾气中 在那雾气中 亡灵急速前行 一路锁过雾气 在其面前自行分开 仿佛形成了一条通道 随着亡灵的前行 他渐渐进入这雾气深处 就在其踏入这雾气深处的一刹那 突然之间 在前方的雾气内 直接就有七彩之芒 骤然闪烁而出 那七彩之芒 在这漆黑的雾气内 极为扎眼 形成刺目之芒 让亡灵双眼不由地眯起 随着他的目光看去 只见在这雾气深处 在一片稀薄的 被七彩之芒 穿透的雾气内 盘膝坐着一个中年男子 这中年男子闭着双眼 盘膝中全身缭绕七彩之光 他坐在那里 便有一股滔天威压轰轰而出 使得万灵在其面前 心神颤抖 无法踏出半步 这七彩男子 不是亡灵在 赵和七彩界所欲之人 而是他处物裂缝内 那七彩雕像的真身 这是亡灵第二次看到对方 他沉默片刻 眼中露出寒光 身子向前不假思索一步走去 右手抬起掐绝之下 这干受老者的尸海 顿时翻滚轰轰 却见一个巨大的掌印 赫然就出现在了亡灵的身前 随着其一掌拍去 那掌印轰轰而起 直接穿透了雾气 直奔那盘袭的中年男子而去 这男子 就是一道封印 一道阻止任何人 搜寻其麾下仙人的封印 巨大的掌印在那轰鸣下 瞬间就临近了那盘袭的中年男子身前 轰然而过 从其身体内穿透 但却在穿透的一刹那 掌印无声无息崩溃 这一幕极为诡异 甚至若是仔细看 可以清楚地看到那掌印 根本就没有完全碰到对方 而是在对方的身体三寸外 崩溃瓦解 亡灵双目一宁 在那掌印崩溃的同时 其右手抬起 一指前方 立刻便有一股气浪 顺着亡灵手指而出 那气浪成悬 呼啸间临近 这一次 亡灵看得很是仔细 他看到那气浪漩涡 同样在这中年男子 身体三寸外 无声崩溃 亡灵盯着那中年男子 大袖一甩身子一步迈去 亲自来到镜前 右手抬起 双指成剑之下 眉心古神星点旋转 磅礴的古神之力融入双指 使得此刻亡灵这双指 可以轰开大地 甚至足以轰碎一颗修真心 带着这样的力量 他的双指在轰隆隆的巨响下 距离那中年男子越来越近 瞬息间就临近到了三寸 在进入三寸界限的一刹 亡灵双眼露出金光 他看到自己的双指 正以一种无法想象的方式 急速地崩溃 这种崩溃 没有痛苦 但却可以清晰地看到其瓦解 仅仅是瞬间 其深入三寸之地的双指 便瓦解了小半 那三寸之地 就如同是一道界限 一切力量来临 都要消散一空 若是强行深入 那么还没等碰到那中年男子 亡灵的右手 将会全部消散得无影无踪 亡灵双目一宁 右手猛地向外移转 退后几步 他神色平静 看了一眼那盘膝闭目的中年男子 又看了看没有任何伤口 但却失去了小半的双指 好诡异的力量 亡灵喃喃 体内骨神之力运转 融入双指 慢慢地其双指血肉如动 渐渐重新长出了一截 陈寅中 亡灵犹豫了一下 有着中年男子身影所化的封印在 想要获得干受老者的记忆 很是艰难 但并非没有可能 等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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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一根送上 今日爆发补欠账 本章完 第1595章 远谷谜 仙人意 第二根 小说 仙密 作者 尔根 只是这需要付出一定的代价 王林在衡量 这代价的付出 是否值得 这干受老者的记忆 是否足以让王灵 不惜一切去得到 他沉默中 脑海内浮现了很多画面 这所有画面 全部都是 他在这一生中 对于这片天地怀疑的一幕幕 直至最终的 画面定格在了方才 他终于确定了 自己所在的天地 只是一座洞府之石 我想知道 这一切的缘由 这洞府当年的真相 王灵幕中露出果断 他闭上双眼 片刻后猛地睁开 眉心七个古神星点 急速旋转 左眼 右幕内的古妖 古魔星点同时转动 最终化作一片星光 涌现全身 那古神 古魔 古妖之力 在王灵体内急速地冲斥 使得王灵的原神仿若 开始了实质一样 诡异地扭曲起来 慢慢地 在他的身后 赫然出现了一尊虚幻的古神 在那古神左侧 古魔虚影幻化 右侧 古妖虚影出现 古之三族 第一次同一时间 出现在王灵身后 这代表着 此刻在他的原神内 这三族之力 正在呼啸游走 更是在这三族虚影后面 还有一个巨大的盗骨头颅 那盗骨头颅 遮天盖地 出现之后 王灵的原神 急速地膨胀起来 但还没等完全膨胀开来 就被王灵不断地压缩凝聚 使得其身体传来滔滔轰鸣之声 许久之后 在王灵这死死的压制下 他的身体保持原来的大小 可其内部 却是蕴含了古族的惊天之力 在这股力量下 王灵的身体 其恢复之力 达到了一种极为可怕的程度 但他还是不满足 在他分析中 这样的恢复之力 也无法通过那中年男子身体外的三寸界限 低吼中 王灵把全身的古族之力 统统凝聚在了 其右手一指之上 那右手的食指 在这一刻 散发出一股震动尸海 震动外界远古先欲的无上气息 这股气息下 这一根手指 可以称之为 不灭指 这是王灵在梦道之中 除了本源神通外 自行感悟出的第七式 古族不灭指 古族不灭指 凝聚王灵道古传承中 古之三族的全部力量 在拥有极为强悍的攻击的同时 它也蕴含了 让人骇然的恢复之力 这种恢复之力 能被王灵称之为不灭 这两个字 足以道出其恢复的速度 所谓的不灭 只有在其恢复之力 达到了一种巅峰 天地一切毁灭 都无法阻止其恢复 亦或者说 无数次的毁灭 都快不过其恢复之力 只有这样 方可用这不灭二字 以王灵的修为 上还无法做到 全身都如此不灭 他只能做到 让自己的一根手指 达到真正的天灭地灭指不灭 这古族不灭指 是王灵在感受了 先人不灭体后 自行明悟而出的一种 借着古族之力 而成的大神通之术 他不需要先力 需要的全部都是古族之力 但其效果 却是丝毫不弱于真正的先人不灭体 一指不灭 王灵盯着那盘膝坐在不远处的中年男子 望着其身体外环绕的七彩之芒 双眼露出寒光 向前一步迈去 右手不灭食指 向着那中年男子眉心 狠狠地一击而去 这一指看似缓慢 但实际上却是快若闪电 刹那就临近那中年男子身体外三寸 在进入那三寸之地的一瞬间 王灵的手指立刻崩溃 以一种极为可怕的速度疯狂地瓦解 若是换了之前 这一次瓦解将是不可逆转 没有任何力量 没有任何物质 可以进入这中年男子三寸之内 但此刻 王灵的手指 却是在急速的崩溃瓦解中 疯狂地恢复着 这种恢复的速度 在那崩溃之中极为明显 可以清晰地看到 王灵的手指 往往是在消散瓦解的同时 就重新凝聚而出 三寸的距离 很短很短 可对王灵来说 却是极为漫长 在那不断的崩溃中 他的手中急速地恢复 如此循环无尽 随着王灵的手中 越是深入中年男子身体外三寸 那崩溃的程度 就越加地剧烈 几乎是瞬息间 往往就有十万百万 乃至千万次的崩溃 但同样的 这不灭止的恢复 也是十万百万乃至千万次的重新凝聚 这 就是不灭止 这种恢复的速度 已然无法用神通来形容 这几乎就是 不该存在 与天地间的诡异之数 越是深入 那崩溃越加恐怖 在王灵的手指 完全深入三寸 几乎就碰到了那中年男子眉心之时 其崩溃的程度 已然无法形容 直至最后 王灵的手指恢复之力 在不断地加速之下 彻底地超过了崩溃的速度 如此一来 他的手指完全地凝聚成形 不去理会那可怕的崩溃瓦解之力 一直狠狠地点在了 那盘膝坐着的中年男子眉心上 一声惊天动地 卷动干受老者石海的轰鸣之音 在这一刻滔天而起 那是一股足以毁灭星空的力量 在王灵的手指 与那中年男子眉心 同时轰然地爆发出来 轰鸣滔滔 震动八方之下 王灵原神所在的这片雾气 直接就骤然崩溃 向着四周急速卷动 一一轰轰消散 随之一同消散的 还有这干受老者的石海 其石海崩溃 牵动其全身 使得这干受老者的身体 仿佛有无数天雷爆开 使得其身体在颤抖中 同样崩溃 那盘膝而坐散发 七彩之盲的中年男子 其神一阵 在这强悍的力量冲击下 其身体扭曲 慢慢地消散开来 随着其消散 一个拳头大小的淡金色结晶 出现在了这崩溃的石海内 其上更是在咔咔声中 出现了一道道细密的裂缝 眼看就要崩溃 这结晶 就是干受老者一生的记忆 那封印太过霸道 不但阻止别人搜寻记忆 更是在消散后 会将所封印之人的记忆崩溃 让搜寻者无法获得 其算计可谓是极其精妙 但可惜 他遇到的是亡灵 亡灵不但拥有那古族不灭之 以这不灭之力崩溃封印 他更有一世定神之术 在这关键时刻 亡灵毫不犹豫 那伸出的右手食指 向着崩溃中的记忆结晶 一指而去 爹 一字定音 出口之际 那将要崩溃的记忆结晶 立刻一顿 在这一顿的刹那 亡灵原神向前一卷 直接笼罩那记忆结晶 一晃之下 原神冲出了 这干受老者瓦解的石海 回到了处于远古先玉的肉身之内 在其原神归位的瞬间 亡灵睁开双眼 右手从那颤抖惨叫的干受老者天灵抬起 身子向后退出树部 在其退后的刹那 那老者惨叫达到了极致 其身体轰轰之下 从内部开始了崩溃 其内部来自石海的力量 轰灭了其石海 轰杀了其原神 粉碎了其骨骼 更是撕开了其血肉 最终直接爆出 在那惊天的轰鸣下 这老者的身体四分五裂 化作一片血肉消散的同时 更是有一股极强的冲击 向着八方骤然卷动过去 这股力量的冲击 更是把四周那些没有 被亡灵毁灭的一个个雕像 直接粉碎 甚至还有几个雕像内存在的 正在沉睡的疗伤仙人 也在这力量下 还没等睁开双眼 就在沉睡中凄厉的死亡 这股冲击之力 是亡灵的骨足不灭 与仙人血脉之力的碰撞 其内还有那七彩雕像男子的封印之力 夹杂其中 彼此对抗之下形成的毁灭之力 足以震动天地 在这老者身体轰然爆开的一瞬间 那在远古先遇诸多雕像的深处 高耸入天的四座巨大的雕像内 立刻就有白虎的声音 带着无法置信与骇然 震惊咆哮而起 这 这 这不可能 他是怎么做到的 他是如何破开的先尊封印 那封印三寸之地 足以毁灭一切力量与物质 根本就不可能有任何伤害 一切神通 在其面前都会瓦解 他怎么可能破开这样的封印 就算是我们在巅峰之时一起出手 也绝不可能破开 在这声音传出的雕像漩涡内 一个白发老者 直接探出身子 一脸的震撼 同样震惊的 还有其余三人 古往今来 仙尊的封印 从未听说被人破开 就算是仙纲大陆的其余大尊 想要破开也极为艰难 毕竟这是仙尊独自创造的神通 是我七道宗核心弟子 保护隐秘的终极手段 他 他只是下界楼修 他居然能破开 另一个雕像内 玄武身子走出 其眼中露出骇然与不敢相信 若非是他神识亲自探查 他绝不会相信这是真的 此子不凡 此人我等要改变计划 他能破开仙尊封印 定然有其惊人神通 这样的神通 就算是仙纲大陆上 也足以惊天 第三个雕像漩涡内 走出了一个老者 这老者望着远处 深深地吸了口气 朱雀没有说话 他在漩涡内 望着前方天地 神色变化不定 亡灵所在之处 随着那干受老者的崩溃 在那冲击之力卷动的同时 亡灵身子立刻退后 其神色如常 抬头隐隐地扫向前方远处 嘴角露出冷笑 他们能看到他 同样的 亡灵也早就感受到了 那四个人的存在 第二灯送上 继续爆发 刚才算了一下 之前欠了八千字 诸位道友 尔根会以最快的速度补上 本章完 第1596章 远古谜团 七道宗 第三更 小说 仙秘 作者 尔根 收回目光 亡灵 亡灵右手不灭 只在身前连续点出了数次 每一次点出 都会消散一些冲击 更是在最后 其食指猛地向前一展 在不断地崩溃重组下 生生地 将这股如巨浪一般来临的冲击之力 撕开了一道缺口 使得亡灵的身体 从这缺口内一步迈出 横扫之下 以此地为中心 方圆数百万里 顿时成为了一片废墟 轰鸣不断 直至许久之后 才慢慢地消散在耳中 只剩下远处 如雷霆般的闷闷之声 摇摇回旋 亡灵站在半空 低头看了一眼 成为了废墟的大地 还有阵阵尘土被掀起 远远一看 如同尘暴遮盖大地 使得地面仿若 被灰尘淹没 他的白发飘动 衣衫吹打 但神色却是极为平静 显露出 其身为第三部空灵中期大能 那种一代宗师的风姿 右手抬起一番之下 在亡灵的手中 出现了一个 有无数细密裂缝的 淡金色结晶 这结晶蕴含了 那干受老者一生的记忆 只是这记忆 凭着神识 却是无法查看 就算是亡灵的修为再高一些 他也同样 无法从这结晶内 看到干受老者一生的记忆 仙人的记忆 必须要有血脉先例之辈 才可以去翻看 这是一种限制 一种冥冥之中的限制 就算亡灵是古族 他也无法翻看 亦或者说 这是一种层次上的不同 如同蝼蚁即便得到了大象的记忆 可却没有能力去看懂 但亡灵则不然 他的眉心之中 有那仙人不灭体所化的金色血液 这滴血液内蕴含了仙人血脉之力 其精纯的程度 即便是在仙纲大陆 也是极为罕见 有着血液在内 亡灵想要去看这记忆 如同翻书 他眉心在一片金光之下 那滴金色血液幻化而出 亡灵拿着记忆结晶 缓缓地按在了眉心 闭上了双眼 在其双目闭上的一刹那 亡灵整个人 仿佛进入到了一个奇幻的世界内 他看到了 他看到了一片陌生的大陆 这片大陆极为广泛 即便是那记忆的主人 他这一辈子 也没有走到过这片大陆的尽头 实际上 其所走出的最远 相当于数个界内界外加在一起 可与这广阔的大陆比较 却是不足万中之一 这片大陆上 最为耀眼的 便是那天空上高挂的九个太阳 那九个太阳高高在上 散发出无尽光芒 笼罩这片无尽大地 吸收了这老者的记忆 亡灵在看到这九个太阳的一瞬间 他从那记忆内 寻找到了一个 在这片大陆 流传着许久许久的传说 传说 先刚大陆的九个太阳 是九座天宫 代表了 九个在这大陆上 至高无上的大天尊 即便是这老者的主人 那七彩雕像之人 也没有达到这个程度 传闻中 九世极限 若是有一天 在仙刚大陆出现了第十个太阳 则仙刚将其无量量解 那老者 就是在这片大陆上 诞生 随着其成长 他败入进了一个宗派 这个宗派的名字 叫做七道宗 七道宗的宗主 是一对道旅二人 其中一个 便是那七彩雕像之人 他在这片大陆上 被称之为七彩先尊 其修为莫测 开宗立派 广收门徒 开宗无数万年来 七道宗经历了无数次的危机 但最终却均都被这道旅二人一一化解 慢慢地在这片区域内 拥有了极高的威望 随着岁月的流逝 这记忆的主人 那老者最终成为了七彩先尊的百世之先 成为了七道宗内的强者 仅次于朱雀 玄武 青龙 白虎四大战将之下 在七道宗内 享有极高的身份与权力 各种修炼功法与道灵丹药 可以任意获得 直至有一天 在这老者的记忆内 那一天的夜里 七道宗外有 阵阵刺目之盲滔天而起 随着光芒的出现 一股即便是他 也要颤抖的威压弥漫大地 笼罩八方 在这威压下 原本黑夜中不会出现的太阳 却是让这老者 心神骇然地出现了两个 那两个突然出现在 黑夜中的太阳 光芒无尽 这老者颤抖中 对于这一幕的记忆极为深刻 他想起了传闻 想到了那太阳代表的身份 在那无尽的恐惧之中 他听到了一声声 让他蹊跷流血的轰鸣与低吼 其心神震动之下 直接就昏迷过去 在其昏迷前的一瞬 他感受到了宗主七彩先尊 与其道旅二人冲出了七道宗 直奔遥远之处 那光芒闪烁 与两个太阳出现的地方 直至数日后 这老者才苏醒过来 苏醒之时苦涩地发现 其修为居然在跌落了几筹 数月后 七道宗宗主独自一人回来 其神色尽管阴沉 但双眼却是极为明亮 这七彩先尊回来后 绝口不提其道理 为何没有回来 而是带着其弟子 还有数个先妃 百位与四大战将 进入到了其洞府内 将洞府彻底封死 更是留下了无数封印烙印 甚至不惜拿出了几件 这记忆主人从未见过的法宝 用来封印这洞府 记忆在这里 许是因为那结晶上 无数细密裂缝的原因 有了断层 此后就变得碎裂起来 只是有几个如碎片一样的记忆片段存在 只是 王林却是在一个记忆碎片内 看到了一个女子 这女子身穿银色的衣衫 其身份是先尊的侍女之一 这女子 王林熟悉 在看到的一刻 她脑子里对于以往之事 渐渐有了清晰的连接 这女子 正是王林处物空间内 那害怕七彩雕像的银衣女尸 在另一个记忆片段内 王林看到了那七彩先尊 也就是界内界外统称的远古先皇 远古先尊 她 正是那七彩雕像之人 她带着诸人在洞府内 封印了出口与入口后 便立刻离去 在这洞府中 不知忙碌着什么 那些先妃与百位 还有四大战将尽管不解 但碍于先尊之威 无人敢问询 而是各自寻找闭关之处 默默地等待先尊的召唤 直至有一天 洞府外传来一个阴沉的声音 这个声音 惊醒了这记忆主人的吐纳 七彩道尊 你连自己的道理都可以抛去 定是获得了莫大的造化之宝 你留下线索 引我独自来此 本古道要看看 你要耍些什么阴谋诡计 这声音 老者极为陌生 但却蕴含了一股极为强大的威压 使得那记忆主人 这老者心神一跳 他睁开双眼 神色凝重 但他接下来听到的一句话 却是几乎让他骇然至极 道古叶末 本尊邀你来此 你偏说是阴谋诡计 到底是不是诡计 你一看就知 对于道古叶末这四个字 这记忆的主人 那老者如雷贯耳 古国大尊 道古叶末之名赫赫 接下来的事情 又是记忆的断层 王林没有看到 他所看到的 是最后一个记忆碎片 在那个记忆碎片内 他看到了一场混乱的大战 一片模糊之中 他根本就看不清晰 这场大战之中有谁 他只能看到 那百位与四大战将 还有数个先妃 正在围攻三个人 那三个人模糊一片 金光刺目 怎么也看不清晰 这场战斗四持续了很久 直至死亡惨重之下 那三人中的一个 在浓郁的金光下大笑走出 一步迈去间 横扫前方七道宗之人 直奔一处石门所在而去 本王亲自来此 你这小小七彩尊者 还不出来贵贱 那金光之人笑声回荡 可落入王林耳中 却是让他心神一震 就在其临近石门的瞬间 从石门内 传出一声惊天咆哮 记忆 至此完全结束 王林猛地睁开双眼 其右手按在眉心的 那记忆结晶 彻底崩溃 化作一片粉末 被风一吹 从王林身边消散 疯子的声音 王林深吸口气 神识进入储物空间 看见疯子在那里依旧沉睡 嘴角还带着傻笑 沉默中 王林神色阴沉 从这记忆内 他所知晓的事情 为他解开了众多的疑惑 但同样的 也生起了更多的迷茫 道谷夜幕的事情 我有所知晓 疯子的来临 之前也有一些猜测 再加上之前 银医女子所说门 不是他打开 莫非这门 就是说的 疯子来临之门 那一场大战的结果 疯子失去了神志 疯癫起来 远古先遇成为了废墟 当年的七道宗残余之人 纷纷闭关 这洞府的主人 那七道宗的宗主 七彩先尊 他也同样是重伤 只是这一切 是否就是真相 若是真相 那么他们所争抢之物 或许就是 那所谓的天道 也有可能 是天逆 天逆与天道 又有什么关联 天逆是一道法器 罗盘中的一样 他不大可能是天道 那么 他又是什么 来自何处 亡灵皱着眉头 目光闪烁 还有当年 我在闪雷族知晓的 在这场大战之后的某一年 有一批外来的神秘修士 出现在了界外 那昆吉边 就是他们的法宝之一 这群人 又是谁 亡灵隐隐地有种感觉 自己掀开了一层神秘的面纱 距离最终的答案 对于那无数年前发生的事情 已经越来越近了 第三个 还欠五千字 继续去写 本章完 第1597章 远古谜团 仙人不外如此 第四更 小说 仙妮 作者 尔根 若七彩仙尊重伤必关 那我在赵和七彩界内 所看到的那个七彩道人 他是谁 亡灵揉了揉眉心 不再去思索这些纷乱的思绪 而是看了一眼前方的远古仙玉 很远很远的地方 在那里 有四股气息存在 实际上 这四股气息 早在他进入这远古仙玉的一刻 他便感受到了 他之所以走了这里 除了毁掉那一个个雕像外 还有一个原因 那就是去见一见这四道气息内 其中一道 让他熟悉之人 他心中也已然明白了一些事情 他要去找那个熟悉之人 做一次交易 身子向前一步 迈去 亡灵走向这远古仙玉的深处 他一路急迟 除了数百万里后 大袖一甩 狂风呼啸间 便有风暴轰轰而起 直奔地面那些数百万范围外 残存的古之三族 雕像而去 轰鸣回荡 那些雕像一一崩溃 亡灵没有停顿 而是阴沉着脸 继续前行 随着大地雕像的一个个轰轰坍塌 包裹其内有一些正在疗伤的残余仙人 纷纷急速地幻化 向后急急退去 转眼之间 在亡灵的四周远处 便有七八个仙人的身影凝聚出现 他们一个个全身散发金光 双目露出怒火 遥遥地盯着亡灵 但却没有人开口说话 亡灵看都不看他们一眼 这些人或许曾经很是强大 可如今却引不起亡灵半点兴趣 尤其是想到搜索记忆的艰难 亡灵索性也就放弃了搜魂 前行中任由这些人 远远地跟在身后 但若是有人敢向他出手 那么亡灵不介意出手杀仙 实际上 他也还没有杀狗 若非是心中另有一个打算 这些人 不会在亡灵面前 有存活的可能 前行中 慢慢地在亡灵的前方 出现了四座巨大的雕像 这四个雕像 几乎与天其高 远远一看 如同四座冲天之山 在这四座雕像后面 还有一片无尽的古之三足 雕像耸立 看不到边际 更是在这四座巨大的雕像眉心中 各有一个漩涡在缓缓转动 亡灵目光一扫 便在那四个漩涡内 感受到了四股极为霸道的气息 这四股气息 亡灵对于其中之一极为熟悉 那气息来自朱雀 这股气息 仿若是朱雀之祖 让亡灵有了一种 如当年在颠落之地内 看到一代朱雀的感觉 朱雀 亡灵双目一凝 颠落之地的朱雀气息 与这其中一个雕像内 传出的朱雀气息 几乎一摸一样 亡灵沉默中 已然看出 这两股气息内 显然有一个是属于分身 七彩先尊麾下朱雀战将 你出来与我一见 亡灵停止脚步 飘在半空 缓缓地开口 其声音停静 传遍八方 他站在那里 便有一股浩然之危降临 仿佛其所在之处 天地隐隐要再起脚下 亡灵话语回荡 四周一片寂静 其身后那跟着过来的七八个仙人 此刻也纷纷停顿 冷冷看来 好狂妄的小娃娃 你一路走来 毁灭了诸多佩提 更是杀了几个我远古仙人 你身为朱雀后裔 这种行为 已然是大虐不道 老傅白虎 便带朱雀教训于你 阴沉的声音打破寂静 四个雕像其中一个 眉心的漩涡内 直接就走出了一个 身穿白袍的老者 这老者满脸皱纹 一股沧桑的气息 随着其走出 惊天起 他一步之下 就离开了雕像漩涡 刹那就直奔亡灵而来 奇速之快 在前行中掀起了呼啸 这呼啸听起来 就如同一头猛虎在仰天低吼 更是在亡灵目光看去 这老者来临中 其身后出现了一个 几乎有天地之高的巨大虚影 那虚影的样子 赫然就是一头白色的巨虎 这巨虎双目露出凶光 散发出一股震动天地的威压 使得那老者显露出了一股空旋出气的强悍修为 亡灵神色如常 目光落在了那来临的老者身上 右手握住 向前猛地一轰而去 刹那就与那老者的身影碰到一处 轰鸣惊天 那连续的轰轰之声传遍了四周 引起大地的震动 最终在一声极为剧烈的轰声下 那白发老者身子一顿 退后了数步 眼中露出深深的忌惮 亡灵身子一晃 但却没有退后 而是平静地望着那老者 缓缓开口 若你伤势完全恢复 还可与我一战 眼下的你 不是我的对手 再迈出一步 我会杀人 亡灵声音很轻 没有如寒风刺骨 没有蕴寒杀鸡 只是平静地诉说这一个事实 传入那白发老者耳中 这老者沉默 刚才二人的一击只是试探 可却给这老者的心神 带来了剧烈的震动 让他心中忌惮更深 但若因对方一句话就退缩 他却是无法做到 此刻咬牙之下 他正要迈步而出 就在其迈步的一刹那 亡灵平静的目光一扫而来 与那老者的双眼对望 这一眼之下 白发老者心神再次轰鸣 抬起的脚步 下意识地收了回去 亡灵的目光越是平静 带给这老者的压力就越大 我不想杀你 这远古仙玉在我看来 也没有丝毫出奇之处 只是一群残废的仙纲大陆之羞 在这洞府中自称仙人 掌控你们口中的下界蝼蚁 实在是可笑至极 你等在我眼中 又何尝不是如蝼蚁一样 那老者面色更为阴沉 他不奇怪 亡灵为何会知道 方才亡灵搜索那仙人的记忆 这一切 他都遥遥感知 原本他还在内心冷笑 对于仙尊的封印 他极为了解 在他看来 这洞府内 无人可以破开这封印 但他怎么也没想到 亡灵居然真的打开了这封印 看到了那事先的记忆 知晓了有关这里的诸多事情 这才是让这白虎战将 内心忌惮的真正所在 甚至正是因为此事 在这老者的心中 已然生起了说不出的恐惧 朱雀 出来见我 亡灵不去看那白虎老者 而是把目光 放在了前方右侧 第二个雕像的眉心上 看着那眉心处的漩涡 缓缓开口 这是我最后一次开口 你等不要逼我杀人搜魂 亡灵说完 便站在那里 平静地望着天空 一阵无形的威压 从其身体内散出 笼罩四周 形成了一股事 第四更 今天一共写了一万一千字 手指酸麻 拼不动了 不过诸位倒有放心 明天耳根继续爆发 本章完 第1598章 远古谜团 虎啸山河 第一更 小说 仙逆 作者 尔根 那白虎老者眼中露出寒光 亡灵的姿态 让他极不适应 他伤势正处于疗伤的关键几年 且因疗伤的功法所致 为了不留下任何隐患之处 故而 此刻能发挥出来的 只有空悬初期的程度 他本以为这样的修为 足以杀死对方 但方才的那一掌 却是诡异至极 让这白虎老者心神一阵 他隐隐地有些看不透亡灵的真正实力 再加上亡灵破开了仙尊的封印 这更是让这白虎老者 生起了无法置信与忌惮之意 但他修仙多年 绝不会因为亡灵的几句话 就此退缩 且他高傲的尊严 也绝不允许他退后 他是仙人 在他看去 无论亡灵如何强大 也只是下界楼羞罢了 这样的楼羞 其越是平静 则白虎老者 便越是在感受到压力的同时 起了滔天怒意 他怒得不仅仅是亡灵 更多的是 自己居然生起了恐惧 他无法想象 自己居然会恐惧一个下界蝼蚁 嘀吼一声 这白虎老者 双眼立刻就有白芒壁露而出 这白芒蕴含了一股极为霸道的气息 这气息 来自这老者修行的功法 与神通本源 这是属于凶星白虎的力量 在这滴吼下 白虎老者向前狠狠地迈出一步 其身子直奔亡灵 右手掐绝向着天空一指 随后急速落下 大喝开口 逼你又如何 你若能接下 老夫三世神通 方有资格与我等相谈 这老者声音轰轰 如同雷鸣在这远古仙域内 滔滔而起 向着八方回荡 掀起了无数闷闷回音 在这些回音的缭绕下 听起来 仿佛并非是这老者一人在咆哮 而是无数人同时怒吼 如此一来 这吼声惊天动地 形成了一股极为强悍的冲击 阴动大地 第一是 虎啸山河 老者双手向前一挥 赫然间在其身后那齐天之高的 白虎虚影再出幻化而出 这白虎极为神武 出现之后身子一抖 双目同样有白芒闪烁 死死地盯着亡灵 张开虎口 直接就发出了一声惊天动地的至极之吼 这吼声轰轰 震动天空 使得远古鲜欲的天 似要崩溃 出现了一片如鱼鳞一般的卷洞 横扫之下 整个天空在这鱼鳞波纹内 仿佛被撕开了无数不规则的裂缝 大地轰鸣 亡灵所在的方向 以及其身后的广阔大地 在这一刹那剧烈的震动 狂风呼啸 使得大地在颤抖中出现了崩溃的迹象 那大地仿佛一下子就松软下来 上下起伏如同波浪 更有轰鸣回荡 一道道裂缝直接撕开 蔓延无尽之处 远远一看 这大地的样子就如同撕出了一道道疤痕 触目惊心 那唬吼之声 在这一瞬间 完全地取代了天地的一切声音 在四周回声融入下 连接在一起 形成了一股足以崩溃 修饰心神与肉身的绝强之力 大地在裂缝下 轰然崩溃 天空在这气浪冲击中 仿佛坍塌一样 扭曲成虚幻的碎片 狂风横扫 遮天盖地 使得天地间成为了一片黑暗 唯一剩下的 便只有那一声声 越来越剧烈的唬吼之笑 在疯狂地越来越响亮 亡灵双耳轰鸣 站在天地之间 他的上方天空瓦解 他的脚下大地崩溃 他的全身都笼罩在那白虎的咆哮之中 狂风扑面 卷动其头发与衣衫 似要将其肉身轰开 若非他是古神肉身 此刻在这一生惊天唬吼之下 他即便是空灵中期的修为 也会肉身被生生崩溃 没有了肉身之后的元神 更要受到重创 这虎吼 蕴含了一股威压 这威压 丝毫不弱于天地之威 甚至在亡灵看去 这虎威已然超越了一定的存在 达到了一种吞噬众生的程度 这是在远古先欲 是这洞府的核心之地 若是换了在界内 亦或者界外星空 那么这一吼之下 星空都要卷动 无数修真心都要崩溃 诸多的修士 都要在这一吼之中死亡 亡灵的身体 在这狂风与吼声中 没有后退半步 他神色平静 直接闭上了双眼 其双目一闭 则天地一切都是虚假 这虚假 是其心中所思 所念 所想的虚假 并非真正 可亡灵明误了真假本源 他认为是假 那么他的身体 他的元神 他的思绪 他的一切一切 都会认为 外界全部是假 真假本源 是一种虚知本源 他一切由心而生 在其闭目的一瞬间 亡灵的头发 原本被狂风吹乱 但此刻却仿佛是风散了 其头发在那狂风中 极为诡异地散落下来 披在肩上 其衣衫之前 也原本在剧烈地吹打 发出连绝之声 可此时同样诡异地平缓下来 在其身上没有了半点吹动之意 仿佛在其面前 已然无风 可实际上 那狂风的呼啸 却是比之方才 还要强烈无数 还有那狐吼之声 更是比之方才 要强大数倍不止 大地的崩溃扩大 天空的瓦解蔓延 但亡灵的身子 却是纹丝未动 神色中的平静 在这狂风狐吼中 显得极为鲜明 与这天地 格格不入 那白虎老者低吼中 身子向前一步 迈去 其身影如电 直奔亡灵 几乎是刹那 其身子就临近亡灵身前 右手抬起之下 却见一片金光 急急闪烁而出 凝聚在这白虎老者的手中 赫然就化作了一把金色的开天之刀 此刀足有丈长 握在那白虎老者的手里 在临近亡灵身子的瞬间 被他挥避骤然抬起 向着亡灵的天灵 在一声咆哮下 狠狠地一展而去 这一展之下 虎啸更烈 风云色变 轰鸣无尽 那一刀从天而来 直接就落在了 闭目的亡灵天灵 没有丝毫的阻隔 直接就从亡灵的头部穿透 将其身子直接斩下 呼得一声尖锐之音 那开天之刀 穿过了亡灵的身体 但亡灵的身体上 却没有丝毫的伤痕 仿若那一刀所斩 只是一个虚影而已 真假本源 这是真假本源 该死的 先尊定下的七道法则 已然封死了虚本源的诞生 若非是当年先尊重伤 不得已抽出了那七道法则 此人绝不可能有机会去 感悟出虚之本源 那白虎老者 眼中露出震惊 但却急不甘心 右手挥着开天之刀 在刹那间连续斩下了数百上千次 尖锐的呼啸之音绝空而起 在那一刀刀的光芒闪烁中 亡灵的身影几乎彻底虚幻 任凭那刀如何从其体内斩过 其神色都没有半点变化 你 斩够了没有 在那白虎老者手中开天之刀 最后一次扫过的刹那 亡灵睁开了双眼 平静地说出了一句话 这一句话出口 那老者不假思索 身子急急后退 但就在其退后的瞬间 亡灵身子向前一步走去 其身影一晃 直接就出现在了老者的面前 右手抬起 五指成长 轻轻在这老者胸口一拍 这一掌轻柔无力 仿佛没有任何杀伤 但在落下的一刻 那白虎老者 却是面色大变 一股生死危机 在瞬息间弥漫起心神 这看似轻柔的一掌 给他带来了一股 头发发麻的惊骇 这 这是 他正要再次后退 远离亡灵的手掌 但却还是晚了 亡灵的手掌落下后 平静地双目寒光 骤然一闪 五指向内狠狠地扣住 在握拳的过程中 向外猛地一转 轰鸣滔天而起 那老者喷出一口鲜血 身子仿若断了线的风筝 急急后退 但亡灵那一拽之下 却是有一股白芒生生地 从老者身体内被抽出 凝聚在了亡灵的手心之中 因果 这是因果本源 你居然有两道虚致本源 亡灵冷冷地 看向那退后的白虎老者 耳边还有残余虎啸传来 冷哼中 亡灵并未追击 而是一把 捏碎手中的白芒 在其捏碎着白芒的刹那 白虎老者再次身子一颤 喷出鲜血 后退更快 你虎啸迎兵 王某自然也要回脸 亡灵双目一闪 右手在眉心一拍 赫然间 其眉心古神星点幻化 左目右目星点同时浮现 顿时就在其身后 那道骨头颅轰然而出 在那道骨头颅四周 骨之三足虚影环绕 占据了亡灵身后的全部天地 在出现的一瞬间 亡灵张开口 发出了一声低吼 随着其吼声 亡灵身后的那道骨头颅 也同样张开了大口 同样发出了咆哮 还有那骨之三足 骨神 骨魔 骨腰虚影 也是在这一刹那 开口向着前方传出咆哮 这咆哮的声音 直接就将那虎啸完全压住 形成了一股无法形容的阴朗之力 轰鸣之下滔天而起 向着前方直接轰击而去 那白虎老者 被这吼声穿透了身体 在半空中一个亮枪 面色苍白中 其双手掐绝 立刻其身后那巨大的白虎 就一晃之下 插那临近 与那老者融合在一起 远远一看 已然看不到了老者 只能看见一头庞大无比的白虎 在天地间 在那道骨与骨之三足的怒吼下 咆哮后退 第一更送到 继续马字 本章完 第1599章 远古谜团 骑虎不下 第二根 小说 仙秘 作者 尔根 王林身子向前迈去 随着其临近 那道骨头炉的吼声惊天 轰鸣之音传遍四周 使得大地再次崩溃 天空卷动之下 那吼声成为了天地的最强音 在这吼声下 音浪咆哮而起 超越了王林的身体 直接就临近了那庞大的白虎 随着音浪的冲击 那白虎全身立刻扭曲 隐隐出现要崩溃的迹象 但却还在坚持 只是其退后的速度 却是更为仓促起来 这一头猛虎 尽管拥有无上威严 但与王林相比 还是有所不如 王林前行中 右手抬起向前猛的一指 这一指之下 其身后 那道骨头炉咆哮而出 穿过了王林的身体 向着那白虎猙獰的吞噬而去 远远一看 这一幕足以触动心神 却见那崩溃的天空 四倍一分为二 化作两半 一半是齐天的盗骨头炉 一边则是那庞大的惊天白虎 这两个庞然大物 一个前行 一个后退 但彼此间的距离 却是急速减少 几乎是瞬息间 那道骨头炉 就临近了白虎 张开的大口在咆哮中 向着那白虎吞噬 轰铃之声轰轰而起 道骨头炉 与那白虎的碰撞 掀起了一股振动 整个远古鲜域的冲击 大地大范围的崩溃 就连那四个雕像后面的 无数古之三族雕像 也有部分直接爆开 这股冲击回荡开来 似要毁灭整个远古鲜域一样 在这冲击下 那白虎庞大的身子 直接崩溃 化作点点白光 向着四周消散 在其崩溃的身子内 那白发老者 喷出大口鲜血 其身子亮呛中 直接倒卷 轰的一声撞在了 其疗伤的 那如山峰一般的巨大雕像上 咔咔之声传出 却见那雕像 在这老者撞击下 出现了无数裂缝 蔓延全身 似随时都可以 崩溃碎开的样子 同样的 王林的身体 也在这冲击下 向后退去 其面色略有苍白 但双眼的寒光 却是在平静中 越加浓郁起来 这一战 是王林在没有施展 李广弓箭情况下的 最强一战 他战的不是修士 不是界外大能 而是那在远古时期 就存在的 仙尊四大战将之一 白虎战将 白虎战将 其寿源悠久 他不属于界内界外 而是来自 那神秘的仙刚大陆 他是仙人 是真正的仙人 其血脉内 蕴含了仙力 从层次上说 远远地超过了王林 若非是其当年的伤势太重 至今还没有完全恢复 王林想要与此人一战 将会更加艰难 但生死之斗 不会去讲 双方是否势均力敌 生就是生 死就是死 王林退后中 其道古头颅 与那古之三族虚影 与白虎的冲击中 同样退后 那古之三族虚影 直接崩溃 只剩下了道古头颅 还在天空之顶 略有涣散 王林的修为 是空灵中期 但若是加上其道古肉身与神通 则足以去占空旋初期修士 即便是对方修为 超过了空旋初期 但王林有李广之功 此功拿出之后 一剑之力 惊天动地 白虎老者的身子 凹陷在其疗伤的雕像内 此刻神色猙獰 双眼露出深深的忌惮 可这忌惮 却不足以让其退缩 他是白虎战将 是仙纲大陆之名 是七彩先尊 麾下四大战将之一 他经历了无数次战斗 更是经历了当年 洞府之变 他有他高傲的尊严 他不能允许一个 下界蝼蚁之修 战胜自己 即便这个蝼蚁之修 让他内心深处 有了恐惧 但这恐惧 却是被他强行压下 西方白虎之道 星空七袖之力 万物草木之精 五百虎传承 宁无上之力 化作五百虎一族大树 封灭此人 树之其虎难下 这白虎老者咆哮中 双手在身旁雕像一案 其身子在轰鸣之中 直接飞出了凹陷之处 双臂挥舞 掐绝之下 一头白发散乱 双目露出滔天凶光 向着亡灵双手 漠然一指 这一指之中 那消散在天地内的白虎 所化无尽白光 在刹那中重新出现 以亡灵为中心 以一种无法形容的速度 轰然凝聚过去 瞬息间 就在亡灵的身下 赫然这无尽白芒 重新化作了 那头惊天白虎 远远一看 亡灵的身子 仿若是 站在了那白虎身上 一股浓郁的微压 直接就从这白虎身上 爆发出来 使得亡灵四周的天空 顿时就仿若被封印一样 这股微压不断地凝聚 最终化作了一个巨大的封印 这封印 全部压在亡灵身上 它无形 但亡灵却是可以清晰地感受 它神色凝重 这股封印的微压 封锁了亡灵四周的一切天地 使得它的身体 似沉入泥潭之中 就连呼吸 也都沉重起来 喷喷之声 从亡灵体内传出 这封印之力 完全是从其身下的这白虎扩散 使得亡灵无法从其身体上离开 且随着时间的流逝 那封印 微压越加强悍 隐隐地似有一双双 无形大手 按住亡灵的身体 使得它不断地与身下白虎接近 使得它的身体 完全地站在了那白虎的身上 无法离开半点 那白虎咆哮 全身毛发竖起 远远一看 如同无数白色草木舞动 其身子 更是在天空盘踞起来 阵阵刺目白光 从其身体上扩散 隐隐在其体内 有无数符纹闪烁 这些符纹如同印记 在大量地出现之后 仿佛这庞大的白虎 化身成为了一道活着的风影 随着那白虎身体内的符纹越来越多 仅仅是瞬息间 这白虎的身子就骤然改变 化作了一个巨大的白色漩涡 这漩涡内无尽符纹环绕 阵阵唬今天 漩涡轰轰转动 近距离去看是漩涡 可若是在远处宁神仔细去看 却是可以模糊地看到 这那里是什么漩涡 这就是那庞大的白虎 在亡灵身下 不断地乘环形奔跑 因其速度太快 故而形成了这一个巨大的漩涡 这漩涡的犀利惊人 再加上那风影之力 使得亡灵根本就无法从这里走出 如同凡人骑虎南下一样 根本就无法从那猛虎身上脱离 这就是白虎战将的神通大树 骑虎南下 这树法 是神通 也是风影 白虎领起 待此人之魂神 镇压在洞府之下 镇压在仙纲大陆七道天山之下 白虎老者神色猙獰 双臂挥舞中 声音轰轰传出 随着其声音出现 却见从那漩涡内 立刻就有一声惊天的虎啸出现 一头约数十丈大小的猛虎 直接就从漩涡内飞出 这白虎 是白虎之灵 如同修饰元神一样 其身子在冲出漩涡中 不断地扭曲 身子变得细长 但那威严却是更浓 出现之后 这白虎灵咆哮中 直奔亡灵而去 并非吞噬 而是如蟒蛇一样 扭曲地缠绕在了亡灵的身体外 虎口张开 向着亡灵 天灵吞去 带着其身子 就要回到那下方的漩涡内 若是一旦被他带走 那么亡灵就会被镇压在 这洞府界内界外的最下方 被生生地镇压致死 这白虎老者的神通 亡灵这一生从未见过 这种神通 不属于这个世界 而是来自仙纲大陆 亡灵神色阴沉 身体被那白虎灵缠绕 在那虎口要吞来的刹那 其左手直接抬起一把 就按在了虎口之中 好一个骑虎难下 今日王某便不下这虎身 你既然选择将我镇压 那么且看看 是这白虎镇压于我 还是被我震舍 亡灵眼中杀鸡一闪 他没有施展任何神通 而是双目一臂 再次睁开之时 他全身的气息顿时一变 一股当代大儒的气势 从其身体内轰然而出 这一刻 他不是修士 他是大儒 他是明误了天地道理 知晓了 这一切只是一座洞府 知晓了一切事情的大儒 在这股大儒的气势之下 亡灵无畏一切 目光平静中 透出一股浩然之力 他侧头 看向缠绕在自己身上 被自己左手 按住口部的虎灵 一眼看去 其全身的话 浩然气势 直接就向着那虎灵镇压 这头虎灵 此刻在亡灵眼中 也并非先受神通所化 而是平凡的 就是一头凡间之虎 你敢吞我 亡灵缓缓开口 其双目猛的一睁 盯着那虎灵 神色不怒自威 其身体内那股大儒的浩然之气 连天地都不怕 岂能会怕这一只小小老虎 那缠绕其身的 虎灵身子直接一颤 双眼赫然露出了一丝恐惧之色 在他的心绪内 升起了一股道不明的思绪 这股思绪仿佛让他看到了一次次的轮回与因果 看到了在仙纲大陆天地初开 他白虎灵族的仙祖 跪在地上 向着天空膜拜的一幕幕 他不知道 为何会生起这样的思绪 但他却是在这思绪下 感受到了一股来自灵魂的恐惧 王灵的话语传出 他仿若化作了天地 向着那虎灵镇压 这股镇压之力 蕴含了王灵一生的感悟 蕴含了其三道虚之本源 蕴含了其无上之威 那虎灵乌叶一生 在那白发老者的不敢置信之中 他松开了王灵的身体 后退了数步 虎头向着王灵低下 第二根送上了 继续去写第三根 可能会慢一些 刚从BJ回来连续两天的爆发很疲惫 请耐心等待一下 我会认真去写的 本章完 第1600章 远古谜团 静 第三根 小说 仙妮 作者 尔根 那虎灵低下头 向着王灵一拜后 身子一晃 直接冲入王灵下方的漩涡内 与那漩涡融合在一起 那漩涡顿时消散 重新化作了那头庞大的白虎 这白虎物业中身子向前一冲 便从王灵的身下离去 在远处的天空 回头看了王灵一眼 根本就不理会那白发老者 身子一抖之下 重新化作了无尽白芒 散发出映照了天地的白光 消散在了这远古仙玉内 这不可能 那白发老者面色苍白 眼中露出恐惧 与无法相信之色 就在这天地 被那白虎消散的白光笼罩 在那白发老者的骇然之声 回荡的刹那 四座如山一样巨大的雕像内 其中一个雕像的眉心漩涡中 有一道青影 直接一步迈出 随着其出现 一声龙啸惊天 却见那青影 化作了一条庞大的青龙 在这天空内盘踞而出 与此同时 一个身穿青衣的老者 赫然就从那青龙身体内 闪烁出现 化作一道青色的长虹 直奔亡灵 其速之快 超过了闪电 其把握的时机 也正是白虎消散 白光刺目的瞬间 几乎是刹那 这青色老者就临近亡灵 右手抬起食指伸出 神色从容中 带着一股杀机 直奔亡灵眉心 一指暗去 随着其指动 其身后那庞大的青龙呼啸间 身子一晃 以更快的速度 追上这老者 融入其身体 融入那一指之内 直奔亡灵 远远一看 这一幕如同画面 那画面中的 青衣老者的手指 弥漫青光 其身后那 无尽之长的青龙身影 仿佛是其画出了痕迹 随着他的灵境 这老者似消失了一样 完全地成为了一条 直奔亡灵眉心的青龙 这一切太快 转眼之下 老者灵境 距离亡灵不足三尺 与此同时 那四座雕像内 另外一个 其眉心漩涡内 也有一个身穿黑衣的老者一步走出 这老者走出的刹那 天空一暗 却见一头巨大的玄武 争鸣而出 这玄武如归 出现之后 便有嘶吼惊天 随着黑衣老者的出现 这老者同样身影如电 从另一个方向直奔亡灵 奇速之快 与那青衣老者不分前后 一拳轰击而来 这黑衣老者身后的玄武虚影 在那嘶吼下身子扭曲 与这老者融合在一起 随着奇异拳轰去 在这老者拳头上 立刻幻化出了无数历次 青龙战将 玄武战将 二人 竟在这一刻 同时选择出手 以近乎偷袭的方式 直奔亡灵而来 四大战将 彼此配合多年 已然做到了心有灵犀的程度 在这二人出手的瞬间 那白虎战将 擦去嘴角鲜血身子一晃而出 他的身后 没有白虎虚影 但其右手之上 却是有那开天之刀 此刻双手握刀 身子一跃而起 低吼之下 向着下方亡灵所在的方向 狠狠地一展而去 唯独那朱雀战将 没有出现 四在其认为 三人的联手一击 足以将亡灵轰杀 这一切都是电光火时间 刹那间 那青龙战将就临近 亡灵双目一闪 一股生死危机之感 瞬息笼罩全身 不同于旁人 在这生死危机下的慌乱与不适 亡灵一生凶险 生死危机的感觉 对他来说 已然早就习惯 甚至越是有这种感觉 他就越是冷静 且他在心里 也的确没有把这三个疗伤之中的 残仙放在眼里 就算是三人同时出手 那又如何 亡灵长孝中右手抬起 伸出食指 直接就向那青龙战将的青龙指按去 在按去的过程中 天空之上那扭曲的道骨头颅 瞬息而来 与这一指融合在了一起 与此同时 亡灵眉心古神星点 右目右眼内的古魔古妖星点 全部闪烁旋转 化作古之三足之力 轰然涌入其右手食指内 形成了亡灵道骨自创最强的一世大神通 古族不灭指 这一指 连七彩仙尊的封印都可以破开 又岂能怕这青龙残陷 一指出 天地色变 风云倒卷 那青龙战将 面色不再平静 而是骤然一变 只见其指在下一息 就与亡灵的不灭指碰到了一起 轰轰之声 在这一刹那卷动而出 那剧烈的声响 足以撼动心神 在双方指头碰到一起的瞬间 青龙战将 喷出一口鲜血 其身后那无尽之长的青龙虚影 一颤直接轰然崩溃 随着青龙的崩溃 这青龙战将的身子 登登登连续退后 直至退出了百丈开外 这才勉强停顿下来 双眼露出骇然 古族不灭指 蕴含了亡灵道骨之力的最强一击 他不会彻底崩溃 而是在崩溃中不断地恢复 那青龙指尽管强大 但也只是让亡灵的指头 毁灭了数百次而已 远远不足先尊封印 数百次的毁灭 无法崩溃亡灵的不灭指 最终败的 只能是那青龙战将 但亡灵的身体也不好受 不灭的只有其指头 不是其身体 在与青龙战将的碰撞下 亡灵同样嘴角溢出鲜血 体内轰鸣 五脏六腑 仿佛扭曲在了一起 传出阵阵剧痛 但这剧痛 却是被亡灵强行压下 他双眼透出杀机 在逼退了那青龙战将后 猛地转身 其眉心之中 那蕴含了 仙人不灭体所化的金色血液 在瞬间幻化出来 爆发出了 让四大战将恐惧的金光 这金光刺目 他蕴含了一股 极为精纯的仙人血脉之力 那偷袭而来的玄武战将 他的身体距离亡灵最近 此刻在这金光下 完全地被笼罩 被那金光一扫 这玄武战将的身体 仿若要被气化一般 直接就冒出了无数黑气 更有阵阵凄厉的惨叫 与骇然之声疯狂地传出 亡灵眉心的那滴金色血液 直接飞出 骤然就临近玄武 直接从其轰来的拳头上穿透而过 随着其穿透 这玄武战将身体外的玄武虚影 轰然崩溃 发出了剧痛的嘶吼 那玄武战将 更是喷出鲜血 其身急速后退 全身黑气缭绕 又全一片血肉模糊 在后退中 他眼中露出恐惧 新人血脉 你真有新人血脉 这不可能 这股血脉之力的精纯 这是新人不灭铁 随着其退后 那金色的血液飞回 重新融入亡灵的眉心 一指逼退青龙 一血伤崩玄武 但这危机还没有结束 还有那来自亡灵上空 从受伤的白虎战将手中 一掌而落的开天之刀 那刀芒刺目 带着尖笑之声来临 眼看就要落下的刹那 亡灵猛地抬头 压下体内涌现的翻滚气血 右手抬起 向着那来临的开天之刀 一掌按去 这一掌之下 九色火焰风暴凶凶而起 火焰之后 雷霆从天地八方轰轰而来 那火焰一出 顿时从亡灵的手掌内 化作一个同样大小的火焰掌印 直奔白虎战将之刀 雷霆凝聚 赫然再次化作了一个 弥漫了闪电的掌印 紧随那火焰之掌后 没有结束 在那雷霆之掌后 因果本源凝聚而出 化作一团混沌之气 形成第三个掌印 生死本源来临 黑白二气缭绕 成为第四个掌印 真假本源出现 虚幻十字之间转化 使得第五个掌印 顺心凝聚 最后 则是一股惊人的杀戮气息 从亡灵体内轰然爆发 化作了第六个掌印 这六个掌印 连成一串 远远一看 仿佛都是残影一般 在那一声声呼啸下 直奔白虎战将的开天之刀 轰轰之声在这一刻 绝天地而起 形成一股风暴轰鸣 在这轰鸣中 那白虎战将手中的开天之刀 猛的一阵 直接崩溃 在其崩溃之后 那六个掌印 直接就落在了 那白虎战将的胸口 白虎战将惨叫中 全身爆出大量的血物 更有阵阵先例宣泄开来 其身子盗卷中 青龙与玄武战将一步迈出 一左一右 扶住了重伤的白虎战将 助我撕开疗伤封印 释放本源 我要杀他 白虎战将神色微米 面色惨白 但双眼的胸光 却是更为浓郁 他一把推开身后 青龙与玄武 一头白发散乱 疯狂地咆哮起来 随着其咆哮 其全身的气息暴增 再其眉心 立刻就有一道金色的符文 幻化而出 青龙玄武 帮我打开封印 若非是我等为了恢复修为 岂能被这娄修逼退 我要杀了他 他有什么资格来逼退我等仙人 他只是下戒娄野 亡灵神色如常 但其体内同样也有伤势 三人之前联手的一击 即便是他 也有些承受不住 若非是他手段极多 那一击之下 就算不死 也会重伤 此刻看到那白虎的疯狂 亡灵左手抬起 虚空一抓之下 立刻就有金光 从其手心刺目而起 却见那金光弥漫下 一把透出无尽苍凉的弓 出现 左手拿弓 右手拉住弓弦 亡灵猛地向外一拽 嗡的一声轻响 那弓弦就被亡灵完全地拉开 一把古老的剑 慢慢地幻化在了弓弦之上 这弓弦弦翁一起 四周瞬息间就直接寄进 那白虎战将也不再怒吼咆哮 也不再想要撕开封印 而是整个人待在了那里 正正地望着亡灵手里的弓 面色大变露出了掩饰不住的惊恐 那青龙战将同样愣了一下 身子下意识地退后 眼中露出从未有过的恐惧 李广之弓 同样骇然的 还有那玄武战将 他全身的黑气刚被压制住 此刻面色略有苍白 但在看到这弓的一瞬间 却是直接就惨白一片 亡灵先有 莫要动目 还请看在老夫的薄面上 我们一谈如何 在这寂静中 从四个钟 最后一个如山的雕像眉心漩涡内 走出了一个身穿红袍的身影 他神色略有尴尬 向着亡灵先行一抱拳 欠账全部补清 尔根在写完这张后 松了一口气 从BJ回来一直就没有休息 连续两天的爆发 月票是其次 主要是心里愧疚 要补欠账 总算补完了 今天就先三张 好吗 明天 尔根继续爆 本张完